这个146号的出现 情报部门暂时还没有他们相关的一些资料 也没有好好保护自己 阶级斗争从来就是残酷的 从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呀 马先生您放心 如果146号真在我们的内部 我们一定会得挖出来 有人跟县委写了你名姓 说小关这次被土匪抓获 是因为他要到红山树林去 和晴天树的姐姐秘密拜天地 有这么回事吗 这个事情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老胡啊 组织上把官府大队长 送到文沙场去 就是要他在基层 这严酷的斗争中 磨炼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应有的意志和品格 尽快地成长成熟起来 将来可以挑更重的革命担子 你是个老革命的 应该对他加强教育 是 老胡啊 关永波同志 是个好苗子 组织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 帮助他 教育他 改造身份的毛病 这个胆子就落在你们身上 你一定要尽职尽力 放心吧 县长 我们的作者方案报上去 县委的批护是 不同意我们采取正面强攻的方式 打 坚决打 我从铜锣站上下来 那儿的地形没有那么复杂 强攻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我认为县委的安排 还是慎重的 因为以我们目前 奔沙场的兵力 如果没有兄弟部队的配合和支援 要想拿下铜锣站 得付出很大的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 让我们的战士做无谓的牺牲 我也认为不妥当 不强攻我同意 但是那两个女人总在救吧 田莹同志 前后给我们送过两次情报 我们获得了两次胜利 另外那个女同志 也是个好同志 也得救吧 听来听去 官队长要攻打铜锣站的意思 就是为了救两个女人 怎么了 走 这样的两个女人 不认为通知不应该救吗 不就他们 我们还叫什么共产党 叫什么解放军 你别激动 但是我认为 让我们的战士冒这样的生命危险 这是有问题的 不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是老百姓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 我们就有责任救的 这是原则 至于怎么打 要打 关永波你也不能去 就你这个样子 怎么去啊 我看 戴队长你带队去 具体的作战方案 你们俩是军事干部 由你们俩来商量 就那么定了 戴队长 你打算怎么救人 你打算怎么救人 大长 您可真是调势如神啊 看共党神俊的方向 就是笨铜锣寨 要是刚才咱们挽走了一步 现在那可就麻烦了 姐 还想跑 老子逼了你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住住 你个混诈的东西 你要敢动他一个人好吗 老子逼了你 是 抬起来 是 放开我 你们想干什么 我才 在 通知后面的部队 火速行进 天黑之前必须赶到刑队山 是 带走 是 还要撤 是 你 没 是 我 哪 是 我 你 regulations 你 咱们不能从证明的 那这样 你和皇室接隔离一路 从两侧运汇包围 进去之后 在寨子门口挥荷 是 快 是 回来 快 快 快 跟上 上 来 这个吧 不许出证 说 你们还有多少人 怎么不容易 想让我救我们几个人 这条案子都特别快 过来 皇室去哪儿了 他们是新斗山 你交代 不须谎报军情 小了不敢 上头上救我们几个人 其他人都去新斗山了 那下子是在那两个女人呢 那两个女人也去新斗山了 战士长 情况怎么样 就剩这么几个人了 就这么几个人 那两个少兵说得没错 他们的确转营了队伍 带着队伍 小帅 是 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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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回来了 走 回来了 走 走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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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什么了 走 回来了 快点往这儿 回来了 走 回来了 回来了 再来 把你吓上了 快 拿上盾出什么了 快吃两碗了你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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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姑娘 长江 我要的人呢 我要的那两个女人呢 关永波同志 我很遗憾地告诉你 我们去的时候人走债空 你要的人 可能已经被蒋光新给带走了 杨戒心 到 你看这样的门前 这是什么狗屁任务 让你去救人 人哪 就是打了一个大胜仗 两挺机枪六个俘虏 没飞一枪 一弹就端了蒋光新的老巢 这是一个大胜仗 两挺机枪六个俘虏 就叫大胜仗了 这次的任务是去救人 没把人救来 抓人搅和 管什么用 管个弹用 关永波 你什么意思啊 我带着同志们千辛万苦 冒着生命危险 去救你的女人 非但没有浪好 你还对我满腹唠嗓 那好我问你 六个俘虏两挺机枪 这不算大胜仗 这算什么 你跟我说这是什么 好好好 大胜仗 老多算你打了一个大胜仗 但是我就问问你 怎么就那么巧呢 你到了铜锣寨 铜锣寨没有人了 你怎么就那么神呢 没费一枪一弹 抓获六个人 还搅两挺机枪 你跟我说清楚 脑子一个郑队长用得着 像一个副队长汇报吗 这话听着耳熟吧 把人带下去 下 快点 快 队长 我们去的时候 蒋光鑫已经带着他的部下 全部转移了 就剩下这几个看门的 所以我们这一仗 就等于没打 空战了一个山头 人到哪儿去了 知道不知道 听俘虏说 他们好像去了兴走山 等一下吧 全文纱厂活着的老人们 我都打听过了 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上兴走山 这个兴走山也怪 山势呢又高 四周呢都是峭壁 土匪门上山下山就是一条路 队长队长 你妈来看起来了 我妈来看好了 哪儿呢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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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们阵委 阵委好 你好 我 你得好好帮我看着这孩子 这孩子从小就脾气倦 那秦老爷还活着的时候 妈 皇帝的事就别说了 您说您找我什么事啊 妈是不放心你 你身子还没好了 专门给你烧了支母鸡 给你补补身子 专门 专门 大伙 你们俩一起喝鸡汤吧 我不喝 我不用不吃了 行了 妈 我一会儿喝 那没什么事您回去吧 我跟我们邓 我们在来冻下工作了呢 喂 怎么这么跟你妈说话 大婶 您多坐一会儿啊 什么呀 等我跟妈妈聊完天 上去找我 是啊 我一会儿就找您啊 专门 我告诉你复急啊 是 妈 慢点坐 您找我什么事啊 你四姐啊 有些日子没上家来了 你们俩没吵架吧 怎么了你 妈 我跟你说实话 我四姐让土匪给抓了 什么 土匪给抓走了 妈可告诉你了 那些土匪可是一些 没有人性的畜生 永波 你可一定要想尽办法 救出你的媳妇来 妈 我知道 这不刚刚跟我们正伟 在谈这个事吗 那土匪 把他抓哪儿去了呢 那还能抓哪儿 兴斗山 兴斗山 天余 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 我睡不着 肚子里还在老踢我 天佑 你一定要活着出去 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你也要活着出去 姐 我知道听羡慕你 我也想要我自己的孩子 可是永伯不在了 我没有机会了 姐 姐你说什么呢 永伯哥他不在了 姐你看着我 他还活着 天佑 那狗日的讲团党说 他们打死了永伯 永伯哥他没有死 姐你相信我 永伯哥他没有死 他活着 我在河畔救了他 他受伤了 真的 真的 天佑 谢谢你天佑 姐 谢谢我 姐 谢谢他 姐 谢谢你救了 你见到永伯一定要告诉他 是因为 是因为我爱他 我才叫他离开温沙场呢 你一定要告诉他 还有 我是不想看见 被想过亲他们这种 国民党徒妃给害了 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因为爱他 我才让他离开温沙场呢 你一定要告诉他 婆婆 我一定告诉他姐 我们一定要活着出去 母亲 大人 小狗 大人 大人 小狗 大人 小狗 小狗 大人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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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去吧 我自己来吗 等一下 太烫了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这伤口人怎么在这儿了吗 就是那天 我带着袍哥去运烟货 路上呢 碰到了警方一搜查 一个手就不小心 结果 就动了枪 我带着袍哥去运烟货 还好那片烟货总算是被 保存下来了 姚姑 你以后再也不能做这种事了 太危险了 你不能拿命堵啊 不值得 什么值得不值得的 这就是我的命 谁让我是堕把子呢 好了 我自己来 我来吧 小狗还疼吗 对 吃完药 我去郎中那儿找点纸呢 谢谢 谢谢 走吧 怎么回事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天阳 天阳 天阳你怎么了 你跟姐说你怎么了 天阳 姐 我做梦 孩子在踢我 她跟我说她想爸爸 天阳 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不能伤害自己 只要对孩子不好 知道 天阳 报告 小伤儿 进来 队长 俘虏帖来了 人留下 你们先下去 是 进来 半个椅子坐下 坐下 老子现在把枪给你还打不打 不打了 不打了 老子要是把你犯了 打算干什么 娶媳妇 说我想干什么 我 我想回家 好 知道想回家了就好 坐下 坐下 问你啊 你们那个团长姓蒋的 带着你们那些虾兵鲜匠跑哪儿去了 长官 都去新斗山了 我没有骗你 那两个女的去不去 去了 去了 是被背上去的 那两个女人死活不肯上山 蒋团长就叫人捆住他们的脚 背上山的 新斗山你去过没有 没有 只有蒋团长去过 听说新斗山哪 每一次上山路都是不一样的 上山不靠任路 每次到那儿都是靠东西带的 人自己是上不去的 除非你得特别熟悉那儿地形 靠东西带的 狼狗 不是 我好每次来我们通宵站 没现在带什么东西 那两个女人有没有说过 这倒没有 不过其中一个是大肚子呢 长官 我说的都实话 你能放回家吗 我们共产党 说话是最算术的 你要是能够想出办法来 把我们带上兴头山 老子不但让你回家 还给你激功 真的啊 谢谢长官 谢谢长官 别跟着我了 回去 是 妈 弄口饭去 赶得好不如赶得巧啊 你来的太好了 妈刚落好的饼 好吃吗 好吃 看看你 都快娶媳妇的人了 还那个吃下 慢点别噎着啊 不见了 妈 这个 你说 什么样的这个路啊 都没路走了 有什么东西 才能够上山找路啊 你还在想 上兴动山的事啊 妈告诉你 那山啊 根本就上不去 就算上去了 也没个准头 那您帮我讲讲 上去了没准头 那他就肯定有一条 什么什么路 他就能上的 谁也上不去 就是洞也上不去 洞也上不过 对啊 你就别想了 家伙伴 他说我从这儿来找我 那你江边找我去 永伯 我到江边救救我妈 你干嘛去啊 我慢着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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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战士面的生命去冒险 这是有问题的 现在咱们不说了 打星斗山 那是去救人吗 那简直就是去送死 万永波 你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说打的也是你 今天说不打的还是你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 要不是老子受伤了 老子自己去救 我把人救回来 这会儿现在两个人 已经在咱们大院里边享清福了 关永波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去的时候 蒋光芹已经带着队伍开拔了 你去 天皇老子去了也没用 他什么时候开的拔 我怎么知道 别吵了 吵架就能解决问题了 兴奏山的人来干什么呀 你伤还没好 不能去跟他们拼命啊 这次 他们要找着拼命的人不是我 是你 我 在你伤美好之前 我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 这次恐怕你躲不过去了 为什么呀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蒋团长的人 现在都在青豆线 他让人给我传话 让我和果豪所周边的人 请你去戈来客栈 受有钥匙相伤 蒋光芯 我不去也不见 我不去也不见 别这么快拒绝 再考虑考虑 他这种卑鄙小人 我就不想见 既然你知道他是卑鄙小人 就更应该三思而后心 我不去 他又能拔我怎么样 我不去他又能拔我怎么样 他能拔你怎么样呢 可是他能拔你姐和田莹怎么样 你说田莹是被他们绑架了吗 你不知道你的官永波哥哥是怎么把田莹招过 你居然招不到蒋光芯手里 去不去自然里面 天哪 我一直以为田莹在乡政府里边 竟然他在星斗山上 蒋光芯 我现在就去跟他平安你死我活 蒋光芯 你个卑鄙小人 你个卑鄙小人 天舍兄 铜锣站一别 多日不见 近日可好啊 你少来这套 你要他们干什么 打仗是男人之间的事情 不关女人的事 我来说就公道化吧 这货不是他们出的 是出在他们布检点上 他们和谁勾得不好 偏偏和共产党勾搭 和共产党的头头勾搭 和共产党的头头勾搭 都没有好下场 今天烦劳妖姑请你来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请你来写封信 约你的哥哥过来聚聚 那么你的女人和你的姐姐 就能平安地回家了 你该怎么样 蒋光玺 田英说得没错 你就是个卑鄙小人 你现在竟然用两条女人的命 来逼我出卖关永波 我告诉你 你忘想 你是不是记性不好啊 应该不是两条人命 而是三条人命 你忘了你的女人肚子里 还怀着你的孩子吧 我现在拿三条人命换国有过 难道这个筹码还不够吗 我劝你 还是好好地想一想 强东西 你还配是黄埔军校毕业呢 你堂堂的一个国君 竟然用这种下流的手段 你把他们放出来 有什么事找我说 好 我信你秦天术是条汉子 我今天满足你这个愿望 安人 在 把咱们尊贵的客人请住 走 走 别动 秦天 你不能做傻事 别干傻事 秦天 江华仙 你放了他们 放了他们 放了他们 秦天术 你也不睁大双眼 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你如今已视瓮中之鞭 所谓施实物为俊正 你开枪打死的不只是你的对手 很可能会殃及到你的亲子里 放了他们 放了他们 快进来 展光夕 我饶不了你 展光夕 我饶不了你 你怎么办 展光夕 我饶不了你 展光夕 人我带来了 我劝你别做 让大家都没有退路的事 带着去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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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开 老虎 我知道你是一个神明大义的人 可天树兄容金还很浑然 所谓帮人帮到底 只有你的话 他才听得进去 只要他能把这封信写了 大家极大欢喜 我和天树兄仍然都是好朋友 张光夕 你王八蛋 张光夕 你王八蛋 秦天树 你干嘛那么固执 不就是让你写封信 让光夕波来吗 你难道没有看到 田儿姐姐那个样子吗 你难道没有看到 田园姑娘那个样子吗 她们都快被折磨死了 你也来劝我 那我告诉你 我做不到 我不会出卖我哥 你那么自私 我知道你想什么 你以为你写的这封信 你良心上就过不去 你就会遭千万人的唾骂 说你充满你的兄弟 可你没有想过 想过天儿那是你姐 还有田英 她怀了你的轻骨肉呢 你不能因为你们男人的争斗 就把女人的心理给牺牲进去 可是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她这种方式很卑鄙吗 是 蒋光芯她是卑鄙 她守不得下三难 那怎么样呢 她一个外乡人 她要完成她的事业 她不择手段 我可以允计 她为什么抓着两个弱女子 来当她的救命稻草 因为这是你跟关永泊的死去 天树 你想明白了 这不过是个交换的游戏 她关永泊 命大 不会就这么死的 蒋光芯要真的能干得过贵物 她会用这种手法吗 你别傻了 写吧 不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不会写 我不会出卖我哥 落在蒋光芯的手里 除非你让我死 齐天树 我告诉你 齐天树 你以为你死了 我就失去郑住关永泊的法码 你要是死了 那两个女人都得死 你们陈家苏人全都得死 蒋光芯 你混蛋不是人 给我带上来 走 快走 快走 齐天树 你现在必须马上做出选择 要么写信 要么你会亲眼看着他俩死在你的面前 你做吧 请天树 这可是你的选择 别住 再问你一遍 写还是不写 快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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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天二姐 田银和我 都被抓到 赫莱克栈了 他们是想 把我们亲家人 都赶尽杀绝 哥 现在只有你才能 救我们出去 秦天树 这封信的行文 不是秦天树的风格 这是秦一 其二 秦天树 是被那个姓蒋的 给讹上了 他说约我见面 这就是假的 说白了吧 敌人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把我们 文杀厂的共产党 得消灭了 如果关永波同志的 设想成立的话 那就说明 秦天树 他就是间谍 他是来诱骗你的 不对 秦天树绝对 不是什么间谍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 想明白了 秦天树 一定是被那个姓蒋的 给讹上 被逼无奈才写的 这么样一封信 你们想想看 他姐姐 他老婆 还有他老婆肚子里的孩子 都在这个姓蒋的手里边 他该怎么办 是个男人 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说句实在话 他秦天树选择用我的脑袋 去换那三桥人命 我还打心眼里边佩服他 他认我这个当哥的 让我这个当哥的 去替他博命 这就对了 合了这乾坤大法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如果按照关永波提出的方案 把这次跟蒋光新的见面 作为剿灭这股政治土匪的 一次契机 那对我们门沙场的剿匪来说 是一件大事 我的意见 我和关永波去县委汇报 翟队长留守 我们争取当天返回 你们的意见呢 同意 我同意 各位 那咱马上出发 要得把杀犯下 我的意见 是 我到分了 这些是 我到你了 非阿姨 我从哪里 有契机 再复乱子 你是麻黄听不得谁想 屁眼小 沉不住气 和爷 我还真没看出来 您一个坐山头的 还这么幽默 是啊 老子就是一个坐山头 打牙口的粗人 可眼下就是老子这个粗人 还有自己的山头可坐 哪像你蒋团长 一个堂常正规的黄埔军人 路破道在这小小的客栈坐山头 想必这继人篱下的日子 也不那么顺心吧 伯爷 还是您理解我呀 我告诉你的事 我的部队 已经是打道回府 回道通过这儿了 他共产党再聪明 也想不到我蒋光新 有如此的大破 你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倒是对的 我总感觉到今年 也有年不得多 好 你也有年不得多 你也有年不得多 还能过去 我总不能自身 我总是要 你也不得多 我总是要 我总是要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要做什么 我总是要做什么 我总是要做什么 终获连理想什么事 然后摇上六条 李叔 你别怪我 我现在 还不能帮你去碰ков 等观有波来了 你赶快带着田茸姑娘走吧 它现在那个样子 不能在这多待一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